这四个字,我们一定要许,供,供尽,慎,慎重,一点都不能随便,保守,支持。 我们看下面这一段,供身保持,汉乙,国道奉持,当即忠诸,供是尽, 是尽,是尽,也是安音尽的这个意思,汉乙,当即忠诸,这个即忠,即刻就忠诸,这都是供身,两个字的真实义, 按住众道,是真正的供身,供尽到基础,心里头,一个万念都没有,这是真的供身,这个意思是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啊,为什么? 它跟真心相应。 一般人,我们细心,观察,观察是吧,观察念头。 啊,念头生起来,禅宗,很多人用这个方法,看念头,念头从哪来的? 啊,这一看呢,这个念头从哪里,这念头从哪里,啊,叫你把心呢,用在这上面,不要用在别的上面,慢慢之后就能得定,啊,忘念轻了,忘念少了,这就是有进步。 啊,真正忘念,没有了,就开悟了,啊,豁然,大悟。 啊,保持,与保刃,同一个包子。 啊,佛家大臣经典里面,保任用的最多,这个字的意思也很深,啊,宗门月,禅宗,啊,禅宗上说,信心不易,为之保,啊,念头。 啊,前个念头跟后个念头是一个念头,这叫保,你真的保持住了,这就是定,啊,为什么? 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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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永远不停 它停不住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就是频率很高 我们从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对话 我们就明白了 那佛文弥勒 心有所念 这讲凡夫 心里情念头 己念 己相谁 这是经文 这一句话问了三个问题 心有所念 这个念头里有多少细念 有多少像 像是物质现象 有多少实 实是心理现象 问三个问题 那弥勒菩萨回答 破手 弹指之间 这一弹指 这一弹指 有多少年度 有32亿 百千年 百千年 百千是十万 就单位是用十万 32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这一弹指 三百二十兆个年度 就是心心心心心 那多少个心字 三百二十兆 一鹿恨 一鹿接着一口 一鹿接着一口 念念成行 行就是物质现象 行皆有始 这个话说得好 这被现在科学家证明了 形式 形就是物质现象 物质从哪里来的 从念头来的 形界有识 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 都有受想形式 佛华讲无论 色受想形式 色是指物质现象 受想形式是讲精神现象 说明精神现象 跟物质现象是一体 不能分 再小的物质现象 都有受想形式 换一句话说 他都能知道 你要是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我们想起心动念 瞒着不让人知道 不可能 阿 妮 陶 陌 陶 陗 陌 陌 阿 妮 陶 陌 陌 好